今日话题由奔赴暂时播出 请上painforce.com发现更多葡萄酒加妙 奔赴欲见不凡 请理性饮酒 欢迎收听有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昨天科罗拉多州的最高法院 做出一个裁决来 这个裁决对明年的选举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 但是也可能不会 原因是这个裁决并不是最终的 这个裁决是什么呢 是最高法院 就是科罗拉多州的最高法院 他们以4比3相当分歧的结果 裁决说是前总统川普 因为他在2021年1月6号 冲击国会这个事件当中 他参与了 这个是他们定性 这个是属于叫做叛乱 于是根据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 第三款的规定 他就没有资格来参选任何公职了 于是最高法院就做出这么一个裁决来 说是要让这个川普的名字 从科罗拉多州共和党的初选选票上 要删除 当然了 他就是说1月5号之前 明年1月5号之前呢 先暂时不执行这个命令 因为1月5号就要印那个初选的选票了 所以他是在1月5号之前呢 给川普团队留这么一个时间 让他提出上诉 这个问题呢 还是相当的复杂 原因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里面 有很多的词汇呀 这个定义有争议 你比如说 宪法第14修正案 里面用的这个叛乱这个字呢 insurrection 这建国的先贤呢 没有叫做举例说明 他没有说就怎么了 这一个人就算是构成了这个叛乱 这是第一 第二 1月6号冲击国会这个事情 算叛乱吗 对于很多人 斩钉截铁的 不言自明的 毫不犹豫的 这个不是判断 什么是叛乱 但是 在另外一些人认为是什么 那些人是捍卫民主的英雄 所以怎么定义1月6号 算不算是叛乱 再看 宪法第14修正案 发生在1868年 然后最后1869年的时候呢 国会确认 这个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 重要的文件 而这一份文件当中呢 它的第三款呢 它的目的是 是这样的 因为刚刚打过仗 败仗的南方 他们有很多奴隶主啊 或者代表这些奴隶主的政客 那么在南北战争的时候 这就不是叛乱了 这打仗了 这都已经 这还是什么判断呢 多少人都死在这了 所以呢 为了限制那些南方邦联的人 他们是政客之前 为了让他们不再进到联邦来 在联邦的这一个层次 继续当官 所以宪法的第14修正案 当然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部分 今天先不说啊 咱们就说这个第三款 就是针对那些人去的 就是你别以为打完仗以后 你还回来当官来 因为你参与了这个 作乱和反叛 是这么一个背景 你没有办法再重新返回到 联邦政府来 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呢 现在又制造了一个先例 是吧 在美国历史上 就至少这是第一次 一个州啊 限制一个前总统出来竞选 用的是155年以前的 这一个法律的这个修正案 所以这个事儿呢 就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因为很多人也搞不清楚 什么十四修正案是干什么的 那个第三款是怎么说的 川普是怎么 那么先告诉大家 为什么涉及到 科罗拉多州的最高法院呢 那肯定有低级法院啊 对不对 那肯定有人告啊 就是这个低级法院的 做出的裁决是这样的 是认为 一 2021年1月6号是判断 你现在把这个事儿说清楚 二 川普在当时有一个讲话 让这些人到国会去进行抗议 这个构成了参与叛乱 这是第二 第三 所以他没有资格 一会儿我们给大家讲 那个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三款 是什么 所以他违反了 这是第三款 所以不行 不行的话就上诉 上诉上最高法院 四比三就裁决了 那么那三票反对是什么呢 那三票反对是说 政府不能未经正当的法律程序 剥夺一个人的选举的选拟 那三个人不同意 但是四个人同意 这就是这个裁决的背景 对 这个里头有很多的技术性 同时呢 有很多的定义 确实是弄不清楚 所以这个并不是终结 这个一定会上诉到最高法院 其实川普昨天已经 就是他的团队吧 至少已经说了 他们一定会上诉 所以到今天我还没看到他们上诉 当然可能没有这么急 但是也挺急的了 反正1月4号之前 没几天了 对1月4号之前 不过最高法院会秒做决定 对最高法院肯定会受理这个事情 不光是受理 而且肯定驳回 想看这得了吗 如果最高法院做出来 他的名字不能一旦选票了 这得了吗 这件事 这个确实是 就是说 它涉及到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就是说 最高法院现在有六名保守派的法官 这个是占绝对多数 6比3 其次就是这六名保守派法官当中 三名是川普任命的 所以有大部分的人认为说 第一最高法院会接受受理 第二会驳回 而且驳回的 那就可能 它当然可以做两种选择 一种是就 狭义的 就针对科罗拉多这个案子 驳回 一个有可能是干脆 对50个州 全部适用的 一个广义的 一个这个做法 因为在昨天我们讲 那个 现在最高法院要受理的几个案子当中 检察官 Jack Smith不是也提出来了吗 就是第一 这个在任的总统他 是到底是不是可以免受刑事起诉这件事情 最高法院也要做出裁决来啊 所以呢 很多的事情 这个最高法院现在可能都要 要接手 而且都要对这个涉及到川普的这个事情 做出裁决来 那如果要是 做出的裁决 咱们就假设 可能不太容易出现 不太会出现 但是如果要是 就是说维持了这个 科罗拉多州的 就是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 会怎么样呢 因为他是这个州的初选嘛 他可能不涉及到这个宪法的问题的话 那 其实影响 从我看今天这个法律方面 尤其是保守派的这个法律分析呢 是说 问题也不是特别大 原因是 科罗拉多州的这个 最高法院做出的这个裁决 只限于科罗拉多州的初选 共和党的初选 那如果要是川普丢了科罗拉多州的话 那么根据他现在民调大幅领先的情况呢 如果在其他的49个州都能获胜的话 那还是他可以获得 那个共和党的提名 总统提名 那这个时候 科罗拉多州可能就没有办法阻止他 但是 进入到这个11月份的大选选票 但是不要忘了 科罗拉多只是第一个 他不是唯一一个 而他这个是一个 非常有意义的是 如果美国的最高法院 说你科罗拉多的这个裁决是对的 那不就等于 这个州认为 前总统违背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三款吗 那么你认为 那你认为加州不会第二天就跟进吗 对不对 你认为 其他的 明尼苏达州 你知道都已经裁决了 对不对 明尼苏达州是这样裁决的 明尼苏达州是说 也是最高法院 是说你要把它从初选的这上拿下去 我不同意 但是我不排除 在大选的时候 再考虑这问题 就是把这话都说留在这了 都说的这个活话放在这个地方 所以它一定是有一个叫做波及的这方面的一个影响 就是很多的州会跟进 因为他们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你最高反应是最高的 你们是解释法律的 那你既然这么解释的话就说明这个说得通啊 他说得通我这也说得通啊 当然你想德州什么这些地方 他就通不过在州一级的这个上面通过 但是那我告诉你那些反川的这些团体都疯了 那简直就是狂风暴雨一样的诉讼就会来 所以这是有这个意义 其实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三款 可以洋洋洒洒 可以非常简单的概括 它就是不是指的普通老百姓 这个是特别重要 不是指的普通老百姓 它是指的一个人 他曾经做过合众国的官员 那不管是州一级的啊什么议员啊行政的啊司法都算 你要做美国的联合众国的官员的话你要宣誓 就是这个人他曾经宣誓要维护合众国的宪法 后来呢他的言行违反了他的这个宣誓 这里面用的词叫做乱和反叛 用的这个字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不是扔监狱里去 不是罚款 而是均不得担任国家 这样说的议员啊总统啊副总统候选人 他专门说的这个 候选人选举人啊什么都不行 也不能担任州属下的任何的文武官员 这样就是这么啊 但是呢他留最后一句话是国会 必须得两院各三分之二的票数取消此中限制 他就是留了这么一句话 这个就是宪法第十四修正啊第三款的内容 那稍待一会儿我们就来看一看 昨天的科罗拉多做出的这个裁决呢 用了150万年前的这个法律 对于全美国来说 我们看看一些其他地方 以及是谁现在在推动 同时给大家解释一个 为什么支持川普的人看到这个裁决 格外的高兴 欢迎去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这段时间跟他讲的是昨天啊 这个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 刚刚以4比3的这个结果呢 做出一个裁决 说是川普前总统不符合资格 要不许参加第二 这个明年的这个总统大选 要把他的名字呢 从初选的选票当中 从科罗拉多州的啊 共和党初选选票当中呢 给他删除掉 那么这个裁决做出来 当然在法律上就引起了很多的争议 所以今天我们来谈一下这个问题 因为他的这个法律依据呢 是根据美国的宪法第14修正案的第三款 刚才已经说过了 这个他主要是在美国的南北战争之后 限制这个邦联的官员啊 他们不是和这个北军作战吗 这等于是变成敌人了 所以呢 限制他们再重新进入到政府的各界 这个政府呢 再重新执政 再推行他们的这个理念 所以呢 做了一些这方面的这个规定 刚才已经说过了 比如说你违反你宣誓的时候的这个 保护维护宪法 向宪法效忠的这个誓言啊 你这个作乱或者是叛乱啊 然后向敌人提供支持 或者提供情报啊 这些都是属于叫做不可以再继续担任 或者再重新竞选公职了 其实在这个之前呢 在2021年1月6号 就是冲击国会之后啊 有美国有两位法学院的教授 一个叫做William Boud 另外一位呢 叫Michael Paulson 他们两个人呢 就开始对这个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 就进行了一个 长达一年多的仔细的研究 逐字逐句 翻阅各种各样的历史资料 翻阅当时制定这个宪法修正案的 这些这个当时的政治精英 他们的考虑 然后呢 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 写了一篇文章 长达126页 一个学术文章 上面呢 他们就说了 经过他们这一年多的研究啊 他们认为说 根据第十四修正案的第三款 这个就是川普 以及可能还有其他的官员 都就是符合这个第三款的规定 也就是说他们都没有资格在竞选了 而且呢 这两个法学教授顺便说一下 还都是保守派的 所以但是呢 他们说这第十四修正案第三款 是不需要法院和上一级的国会 在比如说通过啊 批准啊 它是叫做自动执行的 也就是说州一级的 州务卿可以立即援引这个法案 条款就可以宣布 某某人他因为违反了这第三款 所以我们剥夺他 再次参选的这个权利 这个呢 不走司法也难 因为不走司法 这就是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三款 给我们留下的疑难的问题 谁决定 你知道吗 而这个问题就在这 就是他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机构 就是这个机构来决定 你有没有违反第三款这个问题 所以怎么接下来发生一件 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呢 就是一些自由派的组织 可能那边先生都没听说过 你比如说free speech for people 人民自由言论权 这是一个组织的名字 在明尼苏达州 就根据这个上诉了 就是说咱们这个州 要把川普的名字拿掉 另外一个citizens for responsibility and ethics 人民的德认和道德组织 这一个公民组织 就在科罗拉多州就上诉了 这就是这个起诉的原因 这一些大串 还有一些组织呢 在乔治亚州上诉了 为什么呢 乔治亚州有一个女的众议员 非常有名 叫Marjorie Taylor Green 非常凶悍 在这个拜登演讲的时候 在下面这个国情咨询的时候 大叫的那个就是她 对不对 她在2020年选举后 就大肆的站在川普里面 认为这个选举是舞弊等等 鼓励老百姓发声 来反对这个选举的结果等等 所以在科罗拉多州呢 这个不是科罗拉多 乔治亚州 这个Marjorie Taylor Green 还有另外三个共和党的选举人 就面临这个问题 那三个是在亚利桑那州 对在 他们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这些自由派的组织告他们 说你根本没有资格选举 你们应该拿掉 但是从后来的结果看到 这是失败的 这个作为 做法是失败的 但是呢 新墨西哥州成功了 上一次美国宪法 第十四凶战第三款 被成功的利用 干掉一个官员 是1919年 那么接下来 就是新墨西哥州的这个人 这个人呢 是一个宪政委员 这宪政委员呢 他在选连任 他的名叫 Corey Griffin 他在选连任的时候呢 出现一个事 他跟刚才说的那个Green 和在那个 另外那三个人不太一样的事 就是他已经被判刑了 对 他冲进国会去了 医院流氓那天 他冲过去了 他冲进国会去了 那后来就进行审理 审理的过程中 认为他犯了一个叫 违法侵入他人的 比如说的居住地啊等等 或者是 就是他人的场所吧 就是这样哈 Trespassing 因为这个犯罪了 而这个就成功了 就是他的名字 就真的没有了 在那选票上 对 那现在呢 基本上就觉得 这个最高法院 恐怕就面临这么几个问题 就是说 他要进行裁决的话呢 取决这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川普的这些支持者 在1月6号 2021年1月6号 冲击国会这件事情 试图阻止 2020年大选的认证 结果这件事情 是不是属于叛乱 这个必须要 因为刚才说过了 两方的人不一样 两方的人对这个说法不一样 一个是说 他们是要维护这个选举的 公正性啊什么的 是英雄 另外一方面说你 就是暴力的冲击国会 而且造成五人死亡什么的 这个绝对是叛乱 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不允许 好 这个要回答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第二个问题要回答的是 那川普通过事先向这些支持者发的信息 以及在这个去冲击国会之前发表的讲话 还有在冲击国会的过程当中 他又发了一些推特 这些东西算不算他参与了和支持了这个叛乱 这是第二个需要回答的问题 是还是不是 这个昨天我们曾经讲过 这就是假 狭义的规定 篡改这个选票 这个捏造编造一些假的选举人团 这个是属于 绝对是属于篡改 或者说是这个 就是干扰这个选举 但是这些东西在外面的选举 在外面的冲击啊什么的 这算不算呢 这个就看最高法院怎么来处理 第三就是在没有经过最高法院 或者是国会的批准之下 各个州政府是不是有权执行 这个第十四修正案的第三款 如果有权执行的话 就刚才所说的 那各个州的州务卿都可以搜集一些证据 这个就是叫做这个 当初就是188 好像是1889年还是1887年 就是这个全国的 就是在美国的 就是南北战争之后 通过第十四修正案的时候 1868 1868年 那个这个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 当时就提出来这个问题 就是说 这可能会有一个 就是滑坡的问题 就是说 大家越来越滥用这个权力 那到时候怎么来阻止这个问题 怎么来防范这个问题 这是第三 第四就是 它是不是适用于总统这个职务 你可以取消其他的民选的官员 但是总统这个职务影响太大 这个就是刚才所说的 科罗拉多州的那个地方法院的法官 他所说的都成立 这个1月6号是叛乱 这个总统也参与了这次的叛乱 支持了这个叛乱叛乱的人 但是第三款 他的这个地方法院的法官 他的解释是 第三款当中没有明确的表明 说是可以解除这个总统候选人的参选的资格 所以他说 那既然他没有明确的说总统 他只说了什么国会议员 什么政府的官员 他说这个officers of officers或者officials 他并没有包括总统 所以呢 他就说这个名字 还是继续要留在那个选票上 但是这个 咱们就让那些司法专家去争议去吧 因为我看到的这个第三款是 有一句话是 都不得担任国会参议员或政议员 或总统或副总统候选人 他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 大家可以去网上Google一下 去查一下 这个宪法十四兄弟第三款 这个一句话 当然我也看到了 有人说说这个不含总统 所以这个让他们法学家去支持吧 去争论吧 但是要想一下支持川普的人 为什么看到这个非常高兴 你不用沮丧 原因是这个牌呀 就等于是出在了他们的手中 就他们期待的 就是他们一直在推行一个 或者在宣扬一个东西 叫做偷窃选举 还有比这个更明显的证明 你剥夺他选举的成立 这不就是剥夺他 这不就是偷窃选举吗 这现在他们提出来的是 他们说你看看 我们不用再证明了 这已经来证明了 你剥夺了他这个资格 他作为一个公民 你剥夺这个选举资格 你这不就是偷窃选举吗 你怕他呀 怕他怕成这样 是让法院来说话 还是让公民手中的选票来说话 这在重大的问题上 你是说谁破坏民主啊 你怎么是说川普破坏民主啊 这不是你们在破坏民主吗 你们剥夺了他这样的一个自由 在很多有争议的问题上 你们已经先下了结论 把这个作为一个结论 已经不再有争议 然后你在这个定罪的基础之上 就把它剥夺 为什么说在定罪基础上 现在哪个法庭定罪了 对不对 哪个法庭定罪了 说川普犯了煽动判断罪 然后应该判多少年徒刑 没有一个吧 没有一个法庭定罪 那你是不是超越司法了吗 没有定罪 你怎么就剥夺他这个呢 再说难听点 你把定了罪以后你再剥夺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一个情况 还有一个人们担心的就是 来这套是吧 那我也会玩 咱们就让保守州的州务卿 取消拜登资格拿掉 为什么拿掉 贪污腐化什么之类的 没定罪 没定罪 他也没定罪 对不对 他你像他要找出一些拜登的罪 还容易吗 也很容易啊 把他这Hunter拜的什么这些 但这个跟那个没关系 这个跟那个第3 第14修正案没有关系了 但是他就会用报复你其他的官员 对对对 他可能也会走这条路 那你看现在众议院已经弹劾拜登起诉 开始了调查了 对不对 已经开始了这个调查 就是说你玩这个我也玩这个 咱们就玩吧 这个以后国家就别治理 就咱们就全都搞这个党派之争 所以这个背景简单跟大家讲一下 还有的说 这个事咱们再慢慢的看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国际上的另外一个地方 发生的一个复杂的局势